一个在中国过得新生的篮球巨星 一个说着新片子的美国影传 一个大爱无疆的加拿大作家 他们是打拼在中国的杨明星 在这里追求着他们的爱与梦想 杨明星打拼在中国 作品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根据英国汇丰银行最新发布的 2013年度移居者探索调查报告显示 亚洲七个国家和地区 被列入了全球最佳桥居地的排行榜 而其中的中国位列首位 成为了2013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的移居地 领先于德国和新加坡 那么中国究竟有怎样的吸引力呢 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外眼中最佳的移居地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镜头锁定在几位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老外身上 看看他们在中国有怎样的故事和梦想 这是第一位 喜欢体育的观众一定不会陌生 他就是北京金鱼队的外员马布里 2014年3月30号 马布里率领北京队夺得了中直篮总冠军 紧接着呢 4月2号又成为了北京市第30位荣誉市民 马布里曾经说过 中国是他重生的地方 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呢 中国到底给马布里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2014年4月12日上午 北京金鱼队灵魂球员马布里 从北京启程踏上归途 他的家人正在美国的家中倒塌 马布里这次带走了五大乡行李 还特意把CBA的总冠军奖牌 和北京市政府办法给他的荣誉市民奖牌 挖在脖子上 马布里说 他回美国只是探亲 他的家在中国 5月中旬他就会回来备战新赛季 这次回家 马布里多了一个身份 他不仅是CBA总冠军 还成为北京市龙领市民 马布里回美国前 在他北京的公寓内 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金钥匙和金牌 这次是北京市民奖牌 这次是北京市民奖牌 只有30人在北京 有这个 我这意味着 这些东西是不我的 我们都分享这个 因为北京让我成为一家人 这是一家人 3月30日那个夜晚 北京男篮在客场 以98比88战胜新疆队 以4比2的总比分 赢得了本赛季CBA总冠军 回到更衣室的马布里 用一块毛巾遮住了头 哭得像个孩子 两年前的同一天 马布里帮助北京队 获得了队市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当时他的现场 同样抛洒热杯 词尔赛季 前年我们赛季 前年我们赛季 去到最后的 军奖杯 后我们赛季 所以这一年我们赢了,与我们赢了所有的账战我们与我们的账战, 我与我的股业上肩膀和我的肩膀和我比较的一样, 我比较比较的一样,我比较比较的一样, 我已经是比较账战,我比较账战, 回顾过去 从没有哪位CBA外员可以比肩马布里 而展望未来 马布里走过的路也是无法复制 这些年 CBA球场上出现过很多外员的声音 和这些短期到中国淘金的球员不同 三年前 马布里来到中国 是为了重新找到自己 那时 马布里已经十个月没有打过比赛 在纽约媒体口中 他是纽约最受人责骂的运动员 在美国媒体做的一个关于 谁是你最不希望与之成为队友的球员票选中 他被评为最不受欢迎队友的第一名 马布里花了一个月时间决定到中国打球 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下飞机 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他得到了他长时间失去的攻击 激动 兴奋在肉体中一直伴随着马布里 但是毕竟出到中国 不论是赛场上的节奏还是生活方式 马布里都有学着适应新的环境 在这边一 前面的情况下 我从来没见到一个人打开 我从来到这边的角色 我就会打开 我从来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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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都出现了 我从来到这边 比我更加大,而看到鸡肉的腿在里面, 当你吃鸡肉的腿。 但是,他已经把北京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两年中,他从一个纽约客退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他学着像一个北京人那样生活,坐地铁到首钢体育馆训练,买东西会砍价。 他吃火锅,跟相声演员一起说相声,去工体为国安加油,甚至还在北京的大兴买了房。 I mean,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 to me here is the spirit. The spirit of Beijing, it's amazing. I can't really explain it. You know, it's just,I told somebody last night, it's just so much love. It's too much love. The love is infinite and beyond. And it's really,that's really,I mean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at. When the love is infinite. 从纽约到山西,到佛山,再到北京,马布里穿越了半个地球。 在这个城市重塑自武,和历史说再见。 他的拼搏精神感染了无数球迷。 他说,他爱北京,希望继续帮助北京队构建篮球王国。 中文在1989年代,我曾经在中国的美国的平均和爱。 在中国的生活中,我从中国的平均和爱中心, 那是我的感觉。 我现在的感觉,我现在是感觉。 这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是我的心里, 中国的感觉到我中心的初心。 中国对于马布里来说 收获的不仅仅是金牌 荣誉和掌声 更是他重塑自我 获得重生的地方 不仅仅像马布里一样的体育明星 还有很多外国人也来到中国 做起了明星梦 电视台的选秀节目 出现了越来越多外国人的面孔 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 也很有中国味 比如说好歌好地 唐伯虎等等 他们都成为了家喻互想的明星 在北京呢 还有一个叫做曹操的美国小伙 那么他的梦想是什么 又是否实现了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影视作品中 身份各异的人物 都是由一个演员扮演的 他就是美国小伙 乔纳森·考斯瑞德 因为崇拜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所以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 曹操 曹操在中国影视圈 已经摸爬滚打了15年 他是迄今为止 在中国拍戏最多的外国人 从1999年至今 曹操已先后出演了 《走向共和》 《我的团长》 《我的团》 《北京爱情故事》等 近百度影视作品》 在曹操位于北京市东二环的家中 我们见到了曹操和他的妻子李志一 41岁的曹操与妻子两个女儿 住在一套带露台的富士公寓内 为家中淘汰一些物美价廉的小物件 是曹操的一大乐视 我特别喜欢这灯 因为这个灯 你说它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 不好说 对吧 它就是漂亮 这种东西一般来说贵 就是有一个艺术家设计的 然后就是就了一个 你猜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这这个 一两千块钱 一百多块钱 曹操的家乡在美国洛杉矶 毕业于纽约大学 主修表演专业 上大学时 因为学校要求选修一门外语 于是曹操选择了中文 也因为对中文的兴趣 曹操毕业后来到了北京 别看曹操现在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可刚来时 却因为别角的中文 闹了很多笑话 我来的时候我中文特别畅 北京的很多很多房 有那些就是那些铁门是吧 我去找我一朋友 铁门不让怎么说 铁不让怎么说 朋友睡懒觉 说起床 他不起床 说 打开你的钢门 喊的声特别大 经历了最初的尴尬和窘迫 曹操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 并且在中国找到了自己最喜爱的事业 那就是演戏 因为工作 曹操经常会连续几个月 住在剧组 不能回家 为了让丈夫不为家里的事分心 李芝英辞去工作 专心照顾家庭 这个地道的北京姑娘 不仅掌管着家中的大小事物 还掌握着曹操的经济大权 我就不管钱 我让他管 我赚 摸都摸不着 就直接到账号 卡都没有 然后他每天他就给我有钱 开始说赚的10%都给我 他不行 我还不中意 所以我就是有一个 他把分价问天 几个5% 5%的地份 还行 还行 那个结果 这方面真是没有 他数字方面太差了 就是小金库他都不知道藏哪 他藏起来那些地 其实我都知道 我就是不理想 我让他自己保持一个神秘感 地上我都知道 就那么几个地份的藏 对 他是这么觉得 虽然没有财政自由 但曹操也乐在其中 除了演戏 曹操近些年 还多了一个爱好 那就是摄影 这几天 曹操正策划一个摄影展 一会儿要去画廊 看布展图 出门之前 曹操又摆弄起了他的宝贝 这所有的东西 都是三年时间积攒下来的 对 而且基本上 都是用小金库买的 小金库啊 嗯 媳妇不知道买 包括机身都是用小金库买的 把原来那个机身买了 你怎么赞小金库 啊 哎呀 录个节目 给个车马费 说没给 看布展图之前 曹操先去取了自己扩印的一张照片 不过要付情绪 却出现了让曹操尴尬的一幕 那行 那我就拿走 但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没带钱 就是赖他们 出门 没带钱呢 啊 那个所以 要把我借给你 啊 这钱 这数也有点 那个 多少钱 二八五 媳妇就给我这么多 每天 这是我们那个营长的海报 谁看 谁看 对 这是主题 谁看 对 因为因为就是 呃 外国人派中国 中国人派中国 不一样 但是具体怎么不一样 我们就展出来 我们二十个外国摄影师 二十个中国摄影师 就真看 具体在哪 策展人 哪儿通 摄影界大腕 曹操 那个 就是 中国摄影界 摄影界新秀 对 看完不展图 又与另一位策展人 聊了一些影展的细节问题 曹操又匆匆赶回家中 因为到了接女儿放学的时间 你的电动车好特别啊 这个颜色 对 因为 就是被偷了几次 电动车 呃 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自行车什么的都都被偷了 后来我小时候 我发现一个招 只要你能让你的自行车 特别不好看 特别显眼 嗯 没人头 我跟我女儿 就是下去了 然后我们俩一起 喷了喷了喷了 就现在喷成这样 曹操的女儿叫Rules 今年七岁 为了让女儿从小又双语环境 曹操坚持和女儿说英文 所以七岁的Rules 如今已经能很顺利的 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来回切换 俗话说爱拼才会赢 曹操就这样在中国打拼着 赚钱养家 享受工作带给她的成就感和家庭的温馨 曹操说 中国对于她来说就是家 因为这里有她的事业和家人 我从小就想做演员 正好就是中国也给了我这个机会 是吧 我做这个 我能养家户口 而且我在这儿做 当然幸福 2013年曹操申请了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一旦拿到这个证件就意味着曹操在中国的居留期限将不再受到限制 也不用在每隔一段时间去办理签证了 这对于他来说方便了很多 同时呢 在心理上对于这个客居的国家也有了更多的归属感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这个证件对于很多生活工作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下面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 就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政策之后 第一批获得这个证件的外国人之一 一起去看看她的故事 今年已经71岁的李沙 是意大利裔加拿大人 作家兼诗人 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几年 1991年起 她先后在中国的大学 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周报社担任专家 2005年首批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对这个就是李沙这个中国立卡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然后有消息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您当时拿到这个立卡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 有心理舒服 第一个 第二个 我可以出国回来 出国回来 不需要签证 我跟你们一样 我上飞机不带呼召 带这个 跟中国人一样 这个很重要 我知道不是中国人 可是感觉的是中国人 1985年 李沙因为对汉语的兴趣 第一次来到中国 一个月的旅行结束后 他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想要更多的了解中国 并且通过自己的文字 让世界了解中国 我刚到的时候开始写书关于中国 就是我回答我以前的问题 来以前我要看书 准备好 没有这样的书 所以很多外国人看我的书 说如果我看你的书 去以前 我能了解很多事情 现在我知道 可是为什么没有 以前没有 李沙精通法语 意大利语 英语 西班牙语 和汉语 71岁的李沙 如今依然很忙 她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 每一年都会去中国各地 感受风土人情 然后以自己的观察视角 撰写介绍中国的文章 如今这样的作品已经有七十多本 并且在中外报刊上 发表过两千多篇 关于中国的文章 有的时候我批评 有的时候我说 中国人做得好 我们应该跟他们一样做 有的时候是 比如说 有一次我写 我的小曲 不排队 上车不排队 就是晚十八糟 然后我去加拿大一个多月 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都排队了 可能有人看了这个 然后开始 现在都排队了 介于李沙的特殊贡献 2001年 她获得中国政府有意见 这是中国政府 颁发给在华外国人的 最高荣誉奖项 她还因为多次服偿献血 获得国际红十字会奖章 您贡献了多少次血 我一贡102次 102次 包括加拿大 加拿大80次 在中国22次 100多次献血 那您大概多长时间 会献一次血 在加拿大是每两个月一次 可以 他们拿400ml 在中国就是200ml 每年两次 每年两次 200ml 对 不多 在中国不多 今天做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寄衣服的 寄衣服的袋子 对 对 都是自己做一个这样的袋子 然后把衣服包进来 如果有旧的布 我做 如果不做这个 要买 在油纸买 10块钱一包 现在我们的小区都知道 李莎是 收衣服 收衣服 这一周刚寄了 刚寄了三个包 这个我已经都修了 洗了 所以可以放 到的时候不是这样 都要看 没有扣子 还是拉松 坏了 我去修 都修好 然后把它都洗干净 对 连布袋的钱 都要省下的李莎 却资助了很多 边远地区的 贫困儿童上学 这位叫人性猪马的藏族女孩 在李莎的资助下 即将完成大学学业 并且考取了研究生 那就是在她研究生期间 你还会继续资助她 不能 我想接受 我准备帮助一个新的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如果我成功 她说要考试 如果我成功 她说你还能帮助我一下 可是需要很多钱 我说你告诉我多少 每年需要一万五 每年需要一万五 还有三年 也就是一万五 我感觉是跟我的孩子一样 我的孩子已经长大 已经毕业了 已经有孩子 他们的孩子也毕业了 所以我可以帮助别人的 别人的孩子 对 我感觉是我的孩子 他们都找我阿姨也是 李莎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双胞胎 外孙女 也都已经大事毕业 他们会经常来到中国 看望李莎 虽然家人都在加拿大 但李莎说 自己并不孤独 因为中国的生活 让她感觉非常充实 很有意义 每次到加拿大度假 她总是急于回到自己的家 中国 通过马布里曹操和李莎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中国的情感 也似乎找到了中国能够被评为全球最佳移居地的原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和更为宽广的胸襟 接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人 他们在这里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更高的经济回报 并且得到理解和尊重 这也许正是中国对于这些外国人的吸引力所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